因為剛有做那個大海小型企圖共同的那個什麼工作是 就是我真的認識他們 然後想說就是有他們在的話我是可以比較壯膽 然後可以來講這個問題 我會講的比較快 那細節就請大家點入共筆看 共筆就有點雜這樣子 然後首先是 就是主委 然後我家族主委 然後我前幾天在主委拍的就是 就是地方的那個政治人物就是在鼓動這個那個淡北道會發大財 那以下我就用比較QA的方式去講 簡單講這條路發生什麼事 第一個是這條路到底長什麼樣呢 它是從 清北市的淡金路連到台北市的大都路 差不多是紅樹林到關渡的這個範圍 那它是一個四線道的平面道路 那不過因為兩端其實都還是山區 所以它兩端勢必還是多成高架 然後再來是 如果有稍微聽過這條路的話 可能就會知道它之前曾經有環評被撤銷 那這是沒錯的 不過它在四年前環評被撤銷之後 它就決定就是繼續做比較嚴謹的二階環評程序 那目前是已經通過專案小組會議 然後等到下禮拜的環評大會就會做出決議 再來是 在那個開發的時候 那個新北市政府就一直強調它不會影響生態 不過確實因為它的確沒有進入所謂的紅樹林資產保留區 可是它差不多只最近差不多只有三公分的程度 它就很容易旁邊插過去 差不多就是從那個 就是捷運跟那個紅樹林中間的那個僅剩的 僅剩的空間就會全部被它蓋過去 另外也是 因為之前做過環評 環評市都需要做調查的 那它在調查的時候已經有 就是它有調查出各種環境平坦區 我覺得這個都有寫在它的報告書裡面 我也有在那個空間裡有提到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好 就是它審稱的 它就是它自己報告裡的一些 它就避開嘛 不過其實還是非常的近 大家可以讓我看到 然後我就稍微 因為剛剛也有調樹梅坑區 我就用樹梅坑區這個例子 樹梅坑區 我們如果在帶導覽的時候 生態比較好的下游 不過如果代表它開過去的話 就是差不多那個路線就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就會整個開過去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其實雖然它是新北市政府一直主推的案子 但是它一定會盡大關度 所以台北市政府勢必要負擔一些什麼的東西 那我們最近其實有透過時代力量議員 然後去質詢台北市交通局 然後它是有說 它其實會就是這個道路會造成什麼衝擊 它自己都還沒做出任何的評估 就是講一下話 就是話都是新北市在講 好 那還有一個 因為這 其實這是一個吵了很久的議題 然後支持方就會常常在網路上做這個謾罵 那 這是一些解除這樣子 然後我只是想說 這當然是 當然不是真的 但是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很常被這種東西攻擊的 好 那就是 為什麼 今天到這樣新北市政府 也有 都已經說它會盡量減輕 自然生態的衝擊了 我們還是會站出來反對 主要是因為 其實這條路是沒有辦法真的解決塞車的 就是 首先是 這條路要解決的 它 如果 住在淡水的話 大概都知道很多人是要來往台北市中心去 通勤 可是這條路它其實就是連接紅樹的比較有關度 那 你在那段 就算你那段可以稍微快幾分鐘 但是你最後還是會全部擠在大陸路上 那 而且這件事情在最近一次的那個會議裡面 那個 交通 就是 這是一個交通專業的李克松教授提出的質疑 他說 簡單說就是你到 如果到 他的目標 可以那個 他的建設完成的時候 130年後還是要塞車怎麼辦 可是 他的回答其實就是 我們會把那個 那個大通交通工具的使用率提升 就是他完全沒有 基本上他完全 拒絕承認 這個這條路塞車是沒有幫助的 那 不蓋的話 要怎麼的現況呢 然後手指包 好 就是他 就其實基本上 淡水就是離台北很遠嘛 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大家都已經進來南港遊 但是在這麼遠的地方 對 所以 所以本來就是一個很遠的地方 好 那 接下來會怎麼發展呢 就是 通過網路 或是叫他補健或是駁回 那 希望大家可以點入這個連結 然後幫忙分享 這樣子 那 那 為什麼會提到發大財呢 就是 因為老實說 這條路 大家帶地方 對地方戰術有概念就會知道 其實新北市部門就很喜歡拿 這種東西來綁裝 建設 然後 就是 所以地方老實說 藍綠的敏帶都不會真的去反對 只是說 消極的贊成 消極的不支持 不特別支持 或是積極的支持 那這樣積極的支持 積極的支持 積極的支持 那大家都很清楚 對 那 呃 而且這個 這個也不是我空口白話 這是其實也有環境委員 直接 用研究的結果出來講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吵架 那 希望大家有空的話 下禮拜三可以 呃 那個 大家一起來成員 好 謝謝